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有11宗個案測試是陽性的 其中有10宗是N501Y和T478K的變異病毒 有一宗是L452R的變異病毒 那宗是由泰國來的 這11宗個案裏面有8宗是輸入性個案 一宗是跟之前的個案相關 一宗可能是跟輸入性個案相關 另外一宗是我們正在調查的 可能是跟輸入性相關的個案 13039是一個跟之前的個案相關的個案 就是住在北角城市花園三座 就是12860的家人 13041就是昨天我們說的貨倉 貨機的清潔人士 有個個案是13045 他是43歲的巴基斯坦裔的主婦 他跟家人在12月20日坐EK609 跟著是EK384 經杜拜就來了香港 跟著他就在Silka Seawill 在尼麻地那間酒店檢疫 去到9號之後 10號早上離開了那裏就回家了 那裏就在大坑東村東滿樓 他回家之後就沒有離開過家 除了他在14號就去了做一個檢測 檢測是陽性的 我們翻查紀錄 其實他在一個隔離房的 在某個酒店的人士 都是一個確醒個案的 那位人士就是71歲的 尼泊爾裔的男士 我們再翻查之前的個案 就發現在同一間酒店的另一層樓 都有兩間房間 都是有些相關的個案 一間房間是12893和12895住的 另外他旁邊的房間有個是12994 這三位個案的全基因分析就已經出了 那就是非常相似的 真的很少 所以我們都懷疑這兩間房間會不會有些傳播 另外我們今天就是有少於10宗的初步陽性個案 其中一宗就是一個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那這位個案就是一個23歲的女士 他住在香港仔東盛道4號 發現報告 他這個個案是L452R的 就是懷疑是Delta的 就不是跟我們之前的個案是Omicron的那些 就可能是沒有什麼關係 那可能我們也要調查一下 他的病源是從哪裡來的 ! 帶領 電視 啟 det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